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介绍 变异数分析相关的问题 这个题目是台大财经 夹兵组的一个考题 那么题目我们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 这是一个中文出题的题目 财团有AB两个超市 假设超市每日的营收是常态分配 各随机抽查12次 这两个都是抽查12次 所以N112 N2也是12 资料经过Excel的报表如下 在这个地方 平均数也知道了 然后变异数也算出来了 T值也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显著性也算出来了 现在是将此报表以ANOVA的形式来呈现 那么ANOVA表在这边 我们要如何把一个Excel的表 换成一个ANOVA的表 那么这是需要计算跟观念的 来我们先算一下 我们的总平均数是多少 其实这个题目它只有两个母体 本身来说并不需要用ANOVA来做 但是如果要用ANOVA做也可不可以呢 是一样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先算一下 X double bar 就是我们的平均数 A跟B的总平均数 因为它这个是除以12之后的平均数 这也是除以12之后的平均数 所以我们只要这两个相加就好了 总平均数是多少呢 就直接除一下 二分之六十四再加上五十三 我们算一下是多少呢 五十八点五 这是我们的总平均数 好那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呢 我们算SS 那么重点在这边 这个地方SS指的是超市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代表的是超市跟超市之间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SSB 这个叫做Between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Within SSW或者是我们SSE 没有关系 误差就是SSE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叫做组内误差 后面SST叫做Total 好那现在我们来算一下SSB是多少 SSB代表的是Between 就是所谓的两个母体之间的 就叫做组间误差 那么组间误差 我们这个平均数是64 我们用64 扣掉它的总平均数 58.5的平方 请问有几笔呢 有12笔 这个呢 这个B的部分 B的部分是53 减掉58.5的平方 这边总共有几笔呢 有12笔 那么数字并不会很难算 我们算一下 这边是5.5 这边是5.5 那这边是 一样的 一样 因为它这是两个都一样的 都5.5 所以我们按计算计 5.5的平方 乘5.5 乘完了以后 然后再 乘以12 再乘以2 我们算一下 726 刚好是726 这就是SSB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726了 好 那么我们的组间误差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在做它的自由度 自由度这边的话呢 算起来是两笔资料 可是这个组间误差 会降 这个叫做总平均数 总平均数是源自于他们自己 要降一个自由度 所以2减1是多少呢 自由度是1 现在我们再来看 SSW或者SSE 这个叫做 阻内误差 阻内误差 那可麻烦了 那我们现在 这是12笔 我们假设是 第一笔是 好 X1好了 第一笔A的部分 那么我们是怎么算的 减掉64的平方 再加上 X第二笔 减掉64的平方 一直加加加 加到多少 加到第12笔 还不够 还要加什么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它是距离它的 这个第二笔的部分 那么这是 笔的部分的第一笔 减掉53的平方 再加上 X2B 减掉53的平方 一直加 总共几笔 它也有12笔 好 那现在 问题来了 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就是我们的SSW 可是这个值 我们心里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异数 各位同学 302.81是怎么算出来的 302.81 其实就是 来我们解释一下 302.81 算法是源自于什么 源自于 这上面是N减1 这是不是就是 X1A 减掉64的平方 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 第12笔 X12A 减掉64 的平方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是怎么算 那这个部分来我们再解释一下 306 306.27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是11 这是X1B 减掉53的平方 一直加加加到 X12B 减掉53的平方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写 只是让我来解释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直接算 同学可能会看不懂 所以其实 SSW是怎么算的 这个 这一部分 其实就是 302 11再乘上 302.81 那这一部分呢 也是一样 是11 乘上 306.27 好了 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其实计算也不麻烦 我们直接按 302.81 加306.27 加完6 再乘 11 我们算出来是 6699.88 那这边是 6699.88 那么再来看它的自由度 自由度 自由度是怎么看呢 现在这里的话呢 是有 这本12笔资料 这本12笔资料 原本上来说 应该是要有几呢 是24笔资料 可是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用了 用了64 源自于它自己本身的 53 源自于它自己本身的 所以我们要扣掉 两个自由度 24 扣掉2 那就是22 好 那这个 安诺法表 已经快要形成了 这边当然 SST 也可以写 这两个相加 但我们用不上 就算了 不用写 那么自由度是23 没有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军方 军方的话呢 这个SSB除以它 那就是 仍然是726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计算机按一下了 6699.88 除以22 我们按一下计算机 我们算一下是多少 304.54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 快要结束了 现在只剩最后一关 就是F值 F值就是这两个 相除的结果 就是726 除以304.54 这是F 这个F值是多少呢 我除一下 2.38 那么这个的自由度是 122 我们要查的是 122这个值 看看它 这个是不是 比122的值来的高 但是我们现在 题目是没有给我们表 所以我们这个显著性 怎么解释呢 看这里 0.137 0.137 有没有是在 0.05 之下呢 如果说是 0.05之下 那么我们就是 结论显著 那么 0.05之上 是代表的是 结论 不够显著 那么 我们显著性是 不显著 我们的结论 我们的结论不显著 就是说 这个两个超市 它所抽查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他们有没有显著的差异呢 A跟B呢 虽然我们在这个上面 看着值是不一样的 平均数不一样 但是 证据所显示的 结论是 不够显著 所以我们 用了这个 我们的 基本的观念 去 将一个 Excel表 把它 化成了一个 这是 Anova的表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应该都要 这个种方法 一定要学会